那么在我们棚内呢是专业气象主播吴苏瑞 就要请教苏瑞 今天下午的这个一整个下午 还有包括明天的一整天 降雨热区到底在哪边 因为外出通勤的时候如果遇到大雨 那么有些地方会碰到高温闷热 请教苏瑞 是的 号题没有错 我们先来看到中台梅花的最新动态了 刚刚有说到降雨热区的部分 主要我们来看到 台风它是一个逆时针的环流 所以说它沿着我们东半部的海域北上 因此呢北台湾真的是首当其冲 尤其是今天陶竹苏的观众朋友 肯定在降雨的感受更明显 因为风场是逐渐的从偏北偏东北风 慢慢的转吹偏西北风了 所以说风向跟山区呈现垂直的状况之下 在山区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累积型的大雨或者是好雨 那么尤其是要特别留意的是 中台梅花在过去几个小时 虽然它稍微减弱 但是它还是维持在中台的等级 而且呢我们还要特别留意到 台风虽然梅花它跟轩兰诺都是从我们东半部外海往北走 可是呢它们不同的地方是 梅花在还没有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大家就对于降雨是非常有感的 主要就是因为它北边这边的水气很强 而且呢并没有减弱的迹象 所以它的云带扫进来的时候都会带来非常明显的降雨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 红色跟黄色的地方代表是有很强的回波 它的回波是一波一波的扫进来 在上午的时候北台湾有出现一点空档 可是午后开始降雨逐渐明显了 在过去的下午一到两点的时候 桃园复兴区这边的山区的湿雨量是飙到了50毫米 所以说雨势开始好像越来越大了 山区的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 那么目前气象局针对了新北桃园 还有新竹宜兰山区发布了好雨特报 大雨特报范围在基隆台北新竹市苗栗的平地 还有台中跟南投的山区十个县市发布了好大雨特报 所以今天要特别警戒的范围 除了北台湾山区之外 还有中部的山区也要特别注意了 而且我们其实非常幸运可以看到的是 因为就是因为它的暴风圈离我们还有点距离 所以说它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 没有到真的非常的严重 可是在山区的部分还是要注意 累积型的降雨可能会带来坡地上的影响 我们就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坡地方面 已经有亮出了黄色跟红色的警戒区域了 主要就是因为像是在新北乌来 还有像是在新竹坚石啦 桃园复兴区这边的山区 现在累积雨量都破了200到300毫米 昨天跟今天加起来的部分 所以目前针对了北部的山区 已经发出了黄色跟红色的警戒 可能会有一些坡地灾害的预警 因此在山区要特别留意 会有一些土石崩落啦 或者是摊坊的一个风险 在山区的观众朋友特别注意 也提醒您这几天千万是不要前往山区来移动了 那么接下来大家也很关心说 它未来的一个移动方向 在今天还有明天是它的暴风圈 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 尤其是在今天晚上 大概八点到明天的清晨这段时间 暴风圈是离我们最接近的 而在刚刚的下午两点半 这一报的海上警报呢 稍微有做了一点更动 是在北部还有东北部的海域 是要持续警戒 但是比较偏东南部这边的海域呢 因为随着它逐渐的北上 已经取消了警戒范围 所以说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 在北部还有东北部的船只 还是要持续的严加戒备 而在今明两天 它离我们最接近 到了明天晚上 礼拜四这段时间 礼拜三礼拜四这段时间 它会快速的北上 而且会沿着大陆的沿岸 可能也会登陆浙江一带 所以说这两天 还是要特别留意 风雨带来的一个威胁 浩婷 刚刚书瑞提醒到 海景的范围是缩小了 但是山区的威胁还在 刚刚看到了在宜兰的 太平山这边也开始下雨 那么请教书瑞 现在在西北太平洋这边 还有一个新的台风 还有一个新的TD 那么未来这几天 还有包括到这个周末 天气会不会有所变化呢 受到威胁 书瑞 是的 浩婷 大家都很关心 怎么会是台风 一个接一个来接棒呢 我们先来看到 在今天深沉的 第13号台风 墨博 它的生命期 都是在海面上 未来会朝着海面 持续的往北前进 但是因为离我们 非常遥远 所以说不会影响到 我们或者是日本的天气 可是刚刚浩婷讲到说 其实在太平洋方面上 很热闹 除了墨博之外 我们还要来看到 在日本南边海面上 还有一个热带扰动 目前美军已经将它 命名为92W 也就代表说它未来 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那么也预估在 今天的最快晚上 或者是明天这段时间 它可能就会发展为 TD17 也就是热带型低气压 会不会成为台风呢 目前看起来是有机会的 只是因为它在 现在的环境 并不是说有利于它发展 因此它如果真的要成台的话 可能也是在这个礼拜五 或者是周末的时间 就有机会成为 今年的第14号台风 而且初估它的路径 会先朝西的方向前进 再往日本九州方向 所以说目前看起来 是不至于会影响到 我们的天气形态 不过呢 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现在梅花台风 距离我们还是非常的接近 尤其它的暴风圈 就在我们旁边 持续的北上 因此呢 目前在东半部 都已经测到了 还蛮明显的浪高 尤其是在宜兰苏澳 已经发现了有3.1公尺的一个大浪 另外在新北龙洞 花莲 还有台东 蓝雨 也都有1到2米的一个浪高 所以说目前在东半部的海面 是非常危险的 以及新竹到高雄地区 也有可能出现8到9级的强震风 所以说 刚刚不断的提醒大家 要特别留意降雨的部分之外 风雨的部分也是要特别注意到的 那么什么时间点 雨室才会缓和下来呢 大家也很关心尤其明天 还要持续的上班课 我们告诉大家 礼拜一礼拜二是暴风圈 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 所以说 今明两天的雨是最大 明天北台湾一直要特别留意 尤其是在山区的部分 都还是有机会出现 局部性的好大雨 要到了礼拜三 也就是礼拜三 大家开始白天要上班课的时候 您就会发现 天气明显的稳定下来 但是在北部东半部 因为呢 水气还是偏多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 局部性的短暂震雨 建议您雨伞可以带在身上 不过还是有机会 可以看到阳光露脸 那么礼拜四之后 一直到礼拜日的天气形态呢 则是要留意 各地多云道晴 不过午后雷震雨 在山区则是有机会下下来哦 所以说 如果您是在近山区的观众朋友 还是要留意一下 天气的最新讯息 因为就算台风走了 午后雷震雨 也是有可能会让您凌晨落汤机的 这是这一节最新气象 把时间交换给好听 非常谢谢舒热的详细提醒 不断的精准预报 就是告诉大家要避开危险 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 谢谢舒瑞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